经济不景气 台电却还是预定要在12月进行第二波电价调整 再度引起了民意反弹 而眼看立法院下周二就要开议 台联党团扬言如果电价不动涨 就要杯葛新军院长陈冲进行施政报告 民进党团也考虑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 甚至连亲民党也不排除要支持民进党的倒戈案 台电将在12月进行第二波电价调整 在经济不景气下民意动涨声让升高 立法院长王津明在13号晚间出席 行政院长陈冲宴请国民党立委时 当面提醒陈冲要好好处理电价案 否则将可能变成第二个美牛案 马庄也要在14号与16号晚间 在总统府和国民党立委分批举行便当会 听取立委的意见 不少国民党立委都说 要当面向马总统建言电价动涨 执政党内对电价第二波调长有意见 令营更是对油电双长引发物价飙高不满 台电党团表示如果电价不动涨 下周二立法院开议将不让陈冲上台试证报告 民进党团也将在下周一党团会议讨论 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 包括从不信任案一直到测换财经的内阁等等的 我想民进党团我们会在下周的党团会议里面提出这个讨论 亲民党团车表示如果马政府无法处理好油电物价高涨 以及失业率高升的问题 亲民党不排除支持民进党的倒戈案 电价问题不能解决 如果这个物价的问题也不能解决 然后青年失业率问题也不能解决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这个内阁事实上就已经失能了 虽然现在距离十二月电价第二波调涨 还有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不过在业党以及不少执政党立委都希望 马政府能尽早宣布电价动涨 让极深的物价缓一缓 减轻民众的经济压力 这张从陈保罗特别报道